我是高雄市環保協會的理事長 畢姓夏 夏天的夏 夏泰玉 站在我們環保團體的立場 我們非常支持環保局 推動的以公代金的活動 以公代金這個活動的名詞 也取得非常的好 它的用意就是以公德狀來代替減少焚燒金質 所以說我們站在環保團體非常的支持這個活動 那原因有三項 第一個就是 因為中原普渡在焚燒大量的金質的時候 會造成熱源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溫室氣體效應 你感謝社會國立團體的代表 那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 大量的焚燒金質的話會造成我們的煙跟灰塵 那站在這個角度的話會造成我們的空氣的汙染 那空氣汙染我們也知道相對的就是說會影響我們的人體健康 這是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那就更重要了 因為大量的焚燒金質之前會破壞我們的自然生態 因為我們知道所有的金質紙張這些都是紙漿來製造的 那紙漿的這個製造就是我們的樹木 所以說減少這些大量的焚燒金質的話可以讓我們這個非常減少這個砍伐樹木 會保護我們的自然生態 所以說基於這以上的這幾個因素 所以說我們環保團體非常的支持這項活動 那也這個活動也推廣了十年代表十年有成 所以說我們也希望藉由這次的活動開始來推動的話 我們也希望這個各中小企業還有傳統的市場跟觀光的市場 還有就是這個一般各大小的宮廟 也能夠響應這個這麼好的一個活動 因為我們知道我剛才所提的這幾個單位及團體 都是中原普渡的這個普渡焚燒大量金質的一些團體 所以說我們也希望這些各大各這幾項這幾個單位 都能夠來支持這項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當然最大的還是我們全體的市民都能夠來響應 那我們站在這個環保角色我們也非常支持這項活動 高雄市環保協會的會址是在高雄市四圍三路78號 那以這項活動來講我們也到時候也會來 來這個共同的來努力參與 那如果各位有需要環保協會 來需要我們幫忙服務的地方也希望你們不令視覺 來參加來各門指教 我們是成立第二屆的環保團體 那再來就是協會長期以來就是辦理一些公益的活動 比如說禁灘禁山那再來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希望 這個環保的話是由我們的家庭日常生活做起 由環保教育下去做紮根 所以說協會這幾年以來一直都在推動環保的教育比較著重 像這次這個以公代金的這個活動就是要從教育開始 十年有成但是十年數目百年數人就是也是也是一個教育 所以說由教育帶動的話 這個這個活動的話會永續的下去推動 好謝謝謝謝